在行走中观察 在触摸中感悟 在跨越中思考 听世界 秦一统天下 中国已成 汉开疆拓土 民族已成 秦时明月汉时观 万历长征 人未完 让我们一同走进那段 让每个华夏子孙 豪情万丈的历史 上次说到 李信自信满满的 冲到楚国去了 没想到在这碰到了 他的生命当中的宿敌 一个猛人 向燕 这向燕的猛人名号 可不是随便讲的 他可是很有来头的 至少他是后来 力能扛顶的西楚霸王 向羽的祖宗 总之吧 在城府这个地方 向燕和李信 一场大战下来 不可一世的秦国人 李信和蒙武 被打得头破血流 满地找牙 仓皇逃跑 哎 向燕也没客气 落水狗不打 你当我二傻呀 乘胜追击 趁热打铁 把秦古人 碾了足足三天三夜 这一仗 秦古人连战连胜的势头 被当头打了一棒 秦王终于也认识到了 这打硬仗的活儿 年轻人 嘴上眉毛 办事不老 吹吹可以 真干不行啊 还得让老将出马 老将当然说的就是王俭了 可这王老头 已经被批准回家养老了 让他再出来带兵 那可不容易呀 秦王也会做人 知道是自己不对 放下姿态 穿戴整齐 就像一个道歉的小媳妇一样 毕恭毕敬 规规矩矩的 亲自到贫阳 去请王俭出山 在征战中原的历史上 秦王去请将有两次 之前一次是请白起 这一次是请王俭 白起那一次没请动 白起要这个要那个的 最后把秦王请得一肚子火 但这王俭就不一样了 白起的事过去还没多少年呢 他知道如果像白起那样干 下场也会像白起一样 死得不明不白 况且王俭也不是小气的人 既然见到老大都亲自来了 扭捏一下 算了 答应再当一回定海神针吧 老大让我干 那我就干 不过 谁都知道 秦王的脸是说变就变的 为了保证自己不像以前的白起一样 糊里糊涂的就死了 避免这些不愉快的后果发生在自己身上 王俭还是提了几个要求 他第一个条件就是 要安老王出马 行 但一定要有六十万兵马 少一个人 少一匹马 都不成 这点好说呀 秦王之前已经吃过亏了 知道这个数不能省 很爽快的就答应了 第二个条件 这有点不好意思了 领导啊 我这日子过得还是嫌有点紧吧 完全达不到国家领导人的小康生活水准 领导啊 你得再封一些宅院田地呀 这是我要的田地呀的清单 老大您看看 秦王拿过来一看 这要求绝对是矮了去啊 胃口不是一般的大呀 张口向老板要东西 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王俭你也几十岁人了 这点小孩子的道理你都不懂吗 你这不是缺心眼吗 恰恰相反 这正是老谋深算的王俭 耍着一个心眼 你想啊 这秦王不是个好惹的主 这心眼小的跟真眼似的 要把这么多兵马放在我王俭手里 铁定睡不好啊 日日夜夜担心我拥兵自重 带兵造反 所以吧 我就必须得俗 俗不可耐 就得多要些好处费 表现出来就像一个贪财的小地主 那瞧 我老王的志向不是别的 不是占山为王啊 那时有好多田 种一块荒一块 好多宅 住一间空一间 绝对不会造反的老大 领导啊 你知道我是这样的三俗的人 那你就可以安安闻闻睡个觉了吧 对于这么贴心的要求 秦王当然是心知肚明 当然是来者不拒了 现在天下都是我的了 封些田 封些房子给自己的部下 有何不可呀 于是这回秦国就改派战国四大名将之一的王俭 去对付楚国的猛人向宴了 王俭很快到了前线重整兵马 双方一对上眼 王俭就摆了一副养精蓄锐 逼而不战的架势 在平渝这个地方 搞起了军队的拉链 哎 连军事演习都算不上啊 因为这些士兵在练啥呢 哎 各个军营之间互相打打比赛啊 比如说是跳跳远啊 投投石啊 时不时的在搞些文艺会演啊之类的 各个营地里面操起公鸭嗓子 此起彼伏啊 唱的那真叫一个有劲 老义结合 哎 这秦国士兵本来是各个好惯情腔的 这一吼吧 士气就上升的非常快 相比之下 楚国人那边就逊色多了 啊 士兵的生活单调啊 每天提心吊胆啊 吃不好睡不香啊 看着对面这热火朝天的在拉链 这边 楚军的士气就开始萎靡不振了 项燕知道 再这样下去 不成啊 心里面十分着急上火 赶紧派人出去挑衅 赶快决战 不管打赢打输 那也有个结果啊 总比像现在这样憋着好啊 可是 王俭现在是老成精了 对于各种的挑衅 那是理都不理 依然命令手下的各营人马 每天扯着公鸭嗓子 给对面的楚国人添堵 日子一久 楚国人这边 被搞得都有些神经衰弱了都 项燕没办法了 得得得 你唱你的小调调 我走我的阳关道 走吧 向东撤退 哎 收到这个消息 王俭就来劲了 这是一个稍纵即逝的战机啊 他们一走 把屁股晾给我们了 这就是挨打的范儿了 叫自己的弟兄们准备一下 呼啦一下追上去 追上了撤退当中的项燕 项燕是绝对没有想到啊 这秦国人打仗 一点不讲套路啊 唱歌就唱歌呗 怎么还打人呢 双方在记这个地方 大战了一场 结果 秦军大败士气低落的楚国人 猛人项燕 也在乱军当中被干掉了 丢了项燕 又赔掉了自己最后的一点军事老本 楚国人算是 再也没有抵抗能力了 公元前 二二三年 蒙武率领秦军 继续向楚国纵身进攻 一举攻破了楚国首都 寿春 抓住了楚王 楚国就此灭亡了 楚国在春秋战国的历史上 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的 特别是在中国的南方 它的地位无与伦比 拥有独具特色和魅力的楚文化 楚国的历史吧 按史学家的说法 一般是从春秋时开始算的 从公元前740年第一代楚王算起 到公元前223年灭亡 立国500多年 楚国的地方那是人才辈出啊 俗话常说 为楚有才啊 或是楚才尽用啊 说的就是楚国这地方 人才多的 腐蚀皆是 楚国灭亡以后 还有人宣称 楚虽三户 王秦必楚 意思是说 就算楚国人只剩下一丁点了 也能凑出人才来 灭掉秦国 可见楚国人才之杰出 只可惜啊 那句话不是说吗 楚才尽用啊 楚国的才都给外国人用去了 你像是屈原啊 吴子虚啊 范里啊 李斯啊等等 都是在本国得不到重用 被迫流落他国 为别人去卖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来自心底的讯息 多细腻 好清晰 像亲自亲临 你变得自己 哦哦 你笑顺而感动的爱自己 更新在意 有多少距离 天荡入睡 别人清晰 那是多么终于的一件事情 回到原来的心境 把一些梦想都再重新准备 回到原来的动机 也许试试着倾听再重新了解自己 回到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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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有太多的优异 世界有太多的优异 忘了忘了理会自己 曾经爱过的 跟爱过的 而失去 只能够在梦里 重复的温馨 回到原来的心情 把一些梦想都再重新准备 回到原来的动机 也许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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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原来 回到原来的心情 把一些梦想都再重新准备 回到原来 回到原来的动机 也许试着倾听 再重新表写自己 回到原来的心情 在一生能相对再重新 回到原来的踪迹 也许试着倾听 再重新表写自己 回到原来 回到原来 回到原来